今天要教大家如何使用 Photoshop 来获得白皙的牙齿 那我们就马上开始今天的教学吧 哈啰 欢迎来到收视线时间室 我是 Jimmy 之前有教过大家如何去除牙套 今天我们要来教大家如何让牙齿变白皙 顺便我们会处理一下牙齿周围的瑕疵 那我们就进入到 Photoshop 当中 看一下如何调整吧 首先我们打开我们今天的范例图片 可以看到这张牙齿非常的泛黄 在牙齿周围还有一些黑黑的脏东西 这些脏东西我们都会把它处理掉 然后让牙齿可以更白皙 首先我们先使用调整图层当中的色相饱和度 我们打开色相饱和度的调整图层 我们对饱和度的这个选项 来做调整 我们把它稍微降低一点点 那不要降到最低也就是-100 我们大概调整到-70-80左右就可以了 再来明亮的选项我们也可以做调整 我们可以稍微给他提亮一点点 那当然也不要提亮太高 不然会整张照片都变白色的 好那我们稍微给他调整一下 大概调整到-10左右就可以了 好那现在你可以发现他的效果呢 是作用到整张的图片上面 但是我只希望他作用到牙齿的部分的话 我可以在这个调整图层的 遮色片上面来做调整 或者是我可以给这个调整图层建立一个群组 在群组上面的遮色片上来做调整 这也是其中一个方法 那我们就在群组的遮色片上面来做调整 示范一次给大家看 那我们就直接在这个色相饱和度的调整图层上面 按-G 或是-G 它就可以建立群组 然后呢我们可以使用快速选取工具 或者是任意的选取工具 把我们牙齿的部分给他框选出来 大概框选起来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选择建立遮色片 这样子这个效果就只会作用到牙齿上面了 这样我们可以针对它的边缘来做细部的微调 我们可以选择笔刷工具 然后流量我们选择100 边缘的话我们尽量把它的硬度调整到最低 然后我们选择黑色的笔刷 把它超出牙齿范围的地方给它涂抹掉 像是这个样子 好那如果你想要增加的地方 你可以使用白色的笔刷 白色是显示出来黑色是隐藏起来 我们使用白色笔刷 把我们想要显示出来的效果的地方呢 给它涂抹上白色 像是这个样子 然后黑色笔刷把它隐藏起来 我们来看一下前后的对比 这是我们处理之前的样子 这个是我们处理之后的样子 好那其实现在白色的效果已经制作出来了 如果你对于现在效果很满意的话 其实就可以把这张照片输出了 但是其实还是有一些瑕疵存在 那像是它牙齿上面还有一些明暗不平均的状态 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个状态来做调整 我们可以在这一个群组当中 再新增一个曲线的图层 在这个曲线图层我们把它的明度提高 也就是亮度提高 但是它会把亮度的区域也跟着提量 我们只希望针对比较暗的区块来做提量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个曲线调整图层上面 点击滑鼠右键 选择混合选项 好进入到混合选项当中 我们希望不要影响到我们原本图片亮度的区域 只要作用到暗度的区域就好 我们可以选择混合范围的下面图层 把下面图层这个亮度罚块往左做拖曳 也就是白色的罚块往左做拖曳 当拖曳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 你可以发现亮度的区域就开始消失 这时候我们可以再按住键盘上面的Alt或是Option键 把这个小罚块分开来 然后呢可以让它的过度可以更自然一些像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可以再稍微调整一下这个右边的小罚块 我们来看一下前后的对比 这个是处理之前的样子 针对了亮部暗部的区域都提亮了 但是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效果 我们只希望它作用到比较暗部的区块 这个是我们处理之后的样子 我们按确定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调整曲线图层之前的样子 这是调整之前的样子 这是增加上曲线图层之后 针对它的明暗不平均的状况来做了处理 好那现在我们牙齿的部分已经处理好了 这样我们要针对牙齿周围的瑕疵来做处理 我们可以在最上方呢新增一个空白的涂层 把这个涂层呢拖曳到这个群组的上方 然后我们就可以针对牙齿周围这些黑黑的地方来做处理 你可以使用污点修复笔刷工具 或者是纺制印章工具都可以 那我们这边选择纺制印章工具来做处理 样本我们选择目前及底下的涂层 流量我们选择10 那如果你比较熟练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流量呢再提高也是可以的 那我们这边比较不熟练的话 我们就把流量稍微降低一点点 慢慢的来涂抹出来 那像是黑色的地方 我们可以按住键盘上面的Alt或是Option键 采集好的地方 像是我们可以采集它周围比较好的地方 然后把这些黑色的地方给它涂抹掉 像是这个样子 好 黑色的地方把它涂抹掉 一样的 右边这边呢我们一样采集好的地方 然后把它涂抹上我们想要的颜色 或是想要的区块 像是这样 好那这边我就加快速度来处理 处理的方式都是一样 采样涂抹 采样涂抹 采样好的地方把坏的地方涂抹掉 好那我刚刚大概处理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前后的对比 这是我们处理之前的样子 这是我刚刚稍微处理之后的样子 这会需要花费一点点时间 那当然不会每个人都把照片放这么大去做检视 所以你可以稍微的处理一下其实就可以了 好那另外你可以看到在牙齿的上方还有一点点黄色的部分 这黄色的部分我们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把它处理掉 我们可以再新建一个空白的涂层 这个空白的涂层混合模式把它调整成颜色 然后选择笔刷工具 流量选择100 我们使用一个硬度0的笔刷 这样我们可以采集一个比较亮一点点的颜色 然后针对这个泛黄的地方来做调整 把它 盖掉 像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有涂操过的地方可以使用 橡皮擦工具把它擦掉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前后的对比 这是我们处理之前的样子 这是我们处理之后的样子 如果你觉得有点不自然的话 你可以再把它的不透明度给它稍微降低一点点 另外如果你觉得牙齿太白的话 也可以针对我们刚刚调整的牙齿的群组 来做调整 我们可以把它的不透明度也稍微降低一点点 让它可以稍微自然一些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整张照片处理之前跟处理之后的样子 这是我们处理牙齿之前的状态 这个是我们处理牙齿之后的样子 是不是差异非常多呢 那处理上来呢其实也非常简单 另外要跟大家提醒的是 比较少人会把照片放这么大去做检视 所以我们在调整牙齿的时候 不用像我这么的仔细 只要调整它的饱和度 调整它的亮度 另外呢把一些瑕疵稍微修掉其实就可以了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调整牙齿 让牙齿变白皙的教学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帮我按一个喜欢 然后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之后的教学哦 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 拜拜